台股方面 台股昨天上涨25点 收在8625点 高档整理态势仍在不过 风险可能会逐渐提升 第一金投信黄善和就建议投资人 可以先观察外资近期的动作 大盘的结构还有成交量 能否由领先股带领攻坚 而在选股方面 他也建议投资人一定要从基本面下手 可以留意防御型的类股 高价中小型成长股等等的股票 详细内容带来看就是冷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